说起金国女英雄 很多人就会想到花木兰 但其实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很多金国不让须美的女英雄 她们的台版谋略绝不逊色于男人 欢迎来到陪你看世界 今天就让我们来讲一讲平杨昭公主的英雄事迹 喜欢这个影片的朋友们别忘记为我们点个赞 同时订阅我们的频道 观看更多精彩的影片 平杨昭公主是唐高祖李渊的三女儿 也是李世明同父同母的亲姐姐 李渊将她嫁给了武将柴少 柴少在唐朝的林燕阁二十四功臣中排名第十四 谋略出众 善于以少胜多 隋大叶十三年公元617年5月 李渊决定起兵 平杨昭公主的丈夫柴少 就决定跟随李渊一起扫平乱世 柴少离开后 平杨昭公主开始到处联络返随异军 短短短三个月的时间 平杨昭公主就招纳了次武至当时在江湖上已有相当规模的起义军 在此期间 朝廷不断派兵攻打他们 可平杨昭公主率领的一军是如破竹 不但打败了每一次进攻 而且还连续攻占了护县 周治 武功 使平得地 平杨昭公主在军事上的直觉与见地 堪称天才 她纪律言明 言出必行 令整支军队都对她肃然起敬 老百姓将平杨公主称为李娘子 将她的军队称为娘子军 娘子军威名远阳 很多人都千里投奔而来 不久 平杨昭公主的娘子军就超出了七万人 短短数月的时间 平杨昭公主就为李渊在关中打下了一大片烈盘 李渊进入关中之后 便直接派柴少跟平杨昭公主一起攻打长安 他们夫妻二人 同心协力 各领异军 很快便攻下了长安 长安攻下之后 李渊就算控制了半个关中 但他周围仍然全是敌人 于是李渊派李世明早除各地反对势力 派平杨昭公主防守李家的大本营山西 他驻守的地方原本被称之为鬼则官 由于平杨昭公主的娘子军驻守在此地 因此被人们改为了娘子军 平杨公主立军驻扎娘子军时 严密不防 但还是遭到了刘黑帕的大举进攻 由于关内军队兵力不足 娘子军的情况十分危险 就在平杨昭公主心急如焚 等待着援军到来之时 平杨昭公主忽然心生一计 他下令城内军民立即收割田野上的骨子 然后用七米熬成米汤 米汤熬好后 城叶色从关上全部倒入关前勾客中 第二天 娘子关前勾客中米汤同意 敌人哨兵发现后 以为是马庙 急忙报告主帅 敌军主帅出战观望 只见城楼上惊奇招展 军民喊声震天 战鼓泪动 变错误的派断援冰已到 由于害怕中了埋伏 最终不战而退 就这样平杨昭公主 又一次为大唐的江山立下了汉马功劳 也正因如此 李渊代平杨昭公主与其他公主有所不同 唐高祖武德6年623年2月初 平杨昭公主离世 李渊下令将平杨昭公主以军礼下葬 并视平杨公主为昭 故而 平杨昭公主成为了中国封建史上 唯一一个游军被为她举定的女子 也是第一位死后享有嗜好的公主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